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有网路的朋友来问顾问说 农丽的企业是果业呢 那有没有神明呢 出来出示 出来绕境 问这样的问题 顾问的一个经验所接触的 因为在7月份呢 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新史的陈皇爷 他有一个绕境 那陈皇爷是神明啊 所以7月是神明 需要绕境的 那我也曾经有遇到 也就办一些马祖文化的活动 他也在7月份举行 他也有神明 也有赞助出来绕境 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顾问说7月 因为7月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晃寒死假 因为太热了 容易重死 太热了容易重死 那太阳底下容易重死 在工作上呢 我们也太累了 学生也要休息 所以我们就放大假 7月大部分都学校放假 那庙里的人呢 平常也很劳累 那藉由7月的孝亲夜 我们对7月的鬼夜 鬼神的孝亲夜 那我们就特别放假 就一般不在不办事 那给这些神主人人休息一下 那坤常常讲 那神明呢 照顾我们 他无所不在 而时间没有间断 无时无刻的都会来保佑我们 他如果需要绕境呢 需要出行呢 他并不会在意这7月怎么样 只是他会体谅 众生 这些服务人人 7月太热了 能休息就休息 能不办事就不办事 是一种慈悲心 那所以你问7月有没有神明绕境 有 事实上是有神明会绕境 有7月需要绕境 可是也比较少 那因为也太热了 给大家休息一下 这是顾问知道天地的一种慈悲 天地神明的一种慈悲 一个体现 这些庙里面服务的人人 工作的田园 所以绕境的活动比较少一点 还是有了庙里在了解 以上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子慈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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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